社群大使也被BAN掉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貓媽 沒錯開場看到那個畫面 各位一定覺得 貓媽 你是用外掛嗎 等一下 一定現在很多人跑出這些話 OK 既然我敢拍這部影片 我就敢正大方面講 貓媽沒有使用任何外掛 如果你各位不相信的請你往後看 就先稍微講一下 各位可以知道 貓媽這一次超級句話的御三家 做了一個造極的動作 那我先講一個狀況來說是 如果我今天是有使用外掛的狀況 你為什麼還要去做造極的動作 然後一定也會有人說 你是以前幹了什麼事情 你自己不知道 對 前面剛剛也有放上嗎 我可以先講一句 你有證據嗎 如果我今天有使用外掛 我可以跟各位大膽的講 貓媽收到的業配 絕對有Pokemon GO的外掛 可是我有拍嗎 我沒有拍 所以很顯然 我就是一個陸軍 說到這裡還不相信嗎 再來一個內幕的消息 各位應該都會知道 社群大使 社群大使 也被BAN掉了 你們相信嗎 這是事實 所以隔天 對 沒錯 後來我們就看到這通訊息 貓媽一登入之後 也發現完全沒有事情 沒有錯 貓媽真的是被無BAN 可是我說實話 認真講 貓媽那天被BAN的時候 其實完全傻眼 為什麼我打個集聚化做個造極的事情 我竟然會被BAN 而且我是怎麼發現被BAN的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們的流程表 其中呢 就是打完集聚化之後 我們想要去收集剩下當天剩餘的集聚化例子 沒錯這個表格是專門縫 免費 無課的人 去做的事情 當然也是去做收集的動作啊 打開之後 發現被BAN了 在隔天解除之前 完全不可能收集這些例子 所以貓媽就少了超多的例子 這個官方我覺得應該真的要好好給補償啊 我說句實話 對 這個超不公平的 那貓媽當然也有連續到幾位社群大使 我可以跟各位講 好幾個社群大使 知道貓媽的人 都傻眼 你怎麼可能被BAN 你最討厭空中飛人的人 你怎麼會被BAN掉 所以他們才跟我講了一個 社群大使也有被BAN的內幕訊息 對沒有錯 那真正得到的一些訊息官方給的答案就是 有打集聚化的真的是陸軍的正統陸軍的也好幾個被BAN掉 為什麼其實貓媽周遭有發生過好幾個人 就是朋友的朋友也被BAN掉 他有飛過啊 完全沒有 為什麼我都會知道 因為我們就很明顯是一個陸軍 所以我說實話這次真的有點 過分的 過分過頭 對 各位你們怎麼看呢 底下留言 可以跟貓媽分享 甚至有被BAN的也可以底下留言 沒有錯 說實話 很多人就只會酸民 只會打嘴炮 你被BAN你就是使用 說實話 根本 沒有這件事情 那可能國外有發生過一些事情 可以證實一件事 確實官方有時候會誤BAN別人 那說實話 很無辜啦 真的 那個一個正統陸軍 然後最討厭使用外掛的一個玩家 然後被BAN掉 說實話當下其實不太能接受這件事情 但是我的心情轉換是 OK你真的如果想要BAN掉 你真的BAN掉了 頂多我就重開一個新帳號 玩而已 就這樣子 我的保友 我今天玩Pokemon GO 是為了 第一個 抓寶是一定的 認識了很多保友 聊天 出去玩 甚至 帶著小孩一起這樣跑來跑去 玩樂 歡樂 非常的開心 對 我那時候還一度以為一件事情 各位 你知道嗎 我呢 有去日本 不會吧 我只是在台灣間 斷了網路 到日本才剛下機場 馬上就連上網 這樣也算非嗎 後來呢 有幾位呢 跟我做一個解釋 因為那時候官方 並沒有做一個 任何澄清的事實 會不會BAN的以下 幾種可能 你是正統陸軍的情況下 這邊媽媽也 稍微說給大家聽 第一個 就是我們在開車的時候連著我們抓寶神器 不是都會跳出一個 開車速度夠快嗎 當點掉之後你的車子速度還是夠快的時候 如果去抓寶的時候 有機會 我只說有機會 你會被當成 外掛 飛人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很智障的事情 你是個陸軍 你只是開車還可以被當外掛 說實話 我覺得 很誇張 很傻眼 第二個內幕消息是 據說 他們在判斷這些的方式 是屬於用機器人的方式 那 有理講不清 你有理你是陸軍還講不清 各位 怎麼想 我說說實話 有點到沒有保障 這件事情 那今天是因為 官方承認是他們的問題 所以 全部大解除 對 那一定很多人都會問了一件事情 就是 今天如果是像我這種YouTuber 現在是苗栗地區目前沒有我們的社群大使這件事情 如果我想申請社群大使 請問有沒有機會被官方阻攔 因為這一次被ban的一個關係 各位 我們到時候做一個驗證 好不好 因為貓麻這邊有打算申請一個 社群大使 那其實有跟其他的社群大使稍微小聊一下 其實可以 因為苗栗地區沒有 那社群大使給的福利其實認真蠻多的 這是真的 那希望有機會可以幫到我們這個地區的人 各位看到這部影片的時候 沒錯 我們要來打一下我們的超級巨話哽鬼了 就是今天 對 看到的時候的影片就是當天打超級巨哽鬼 那貓麻這次一樣有再去做一個造極的動作 那相信 這個不少地區呢 也會開始效仿貓麻的做法 目前貓麻有看到 台東地區 有人開始做造極的事情 可是 我覺得有點小可惜的地方 真的很用心 但是我覺得他缺少幾個要素 第一個 我是台東人的FB社群 這是可以發的 第二個 我覺得他應該建一個LINE群 我以上都是給一個建議 第三個最重要的 像我們不是有做一個表格出來 沒錯 這個表格極為重要 你把時間列出來 把表格列出來 有的是沒有打算花錢去打的 那你可以針對開個兩場 制度 什麼叫兩場制 例如說早上一場 然後呢 晚上一場 那打完之後 各位 可以問現場的人 是否需要加賽 當場加賽一定沒有時間去收集例子 所以一定是花錢的 只要人數 等等 足夠 其實可以去 所以基本上這三要素很重要 那貓麻什麼時候開始做這件事情 以玉山家的情況來說 我們在兩個禮拜之前 我們就先做一個調查 請問 我們的 群組 大家最有空的時間 早上10點 下午的1點 到 7點 17點 之間 再來是晚上的7點 中間要給人家吃飯嘛 大部分都是頭早跟晚 那我們這一次驗證下來是 大部分上早一點的人會偏少一點 因為太熱 然後又是放假 但是晚上場 基本上 非常的多 而且大家很滿意 晚上場 的一個部分 那現場加賽 加 而且其實說實話 有人也有跑來問一下說 旁邊有一隻可不可以打 要不要幫忙 可不可以幫忙問 之類的 趕開口 我就幫忙問 成團了 還真的成團了 沒有錯 大家很開心 打得又爽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竹男頭份 真的是 打 超級巨最輕鬆的 地方 因為我們有先做好 所有的 功課 因此我相信未來會開始很多人 在做這件事情 如果一直沒有辦法成團的部分 一直打不贏的地區 我相信他們遲早會走上這一步 另外呢 台東地區的保友 沒有錯 我看到你們的努力了 我也肯定你們 差一點點 我覺得 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那樣造極會的問題是 有的人有看到 有的人沒有看到 群組 很重要 這樣才有辦法 去 做一個集中 甚至有些有問題的時候 你只要發布的那個時間點 大家基本上都會去 原因很簡單 第一個他想打 第二個他想錄群 因為我們才有辦法收到最新資訊 最新消息有任何問題 我可以及時詢問 有些人不太好意思 在 FB的版面問 有些人不太好意思在 Light的版面問 可能比較適合當面的時候問 或是默默在旁邊選擇 聽 你們的做法是什麼 對 沒有錯 非常的簡單 好啦 我們這部影片 真的是 勁爆 對 貓麻 重生了 沒錯 好啦 喜歡我的影片按下喜歡 按下訂閱 按下讚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各位 Let's 去抓 包 肉 包 掉 氣 啦 怒 漂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